歡迎收看本週的環雨快訊 今期第一站我們先去到中國哈爾濱 首屆哈爾濱彩冰節在松花崗上隆重開幕 掀起了冬季旅遊季節的聚幕 而今年開彩約12萬立方米的冰塊 並將其運送到哈爾濱冰雪世界 最終將它們製成冰雕 儘管天氣寒冷有冰雪開彩活動的參觀者說 在節日期間見到冰雪開彩過程 並在冰凍的河上進行文化活動 覺得很有趣 另外有來自貴州省的遊客說 這次是他第一次來到 覺得非常幸運 有哈爾濱居民說 這個活動為他帶來了很多樂趣 而他就快70歲 見到棟梨、桃子、山楂 以及冰糖葫蘆 就好像帶他回了童年 在活動中有穿著大衣 和帶著冰斧和冰叉的製冰者 將冰切成矩形從河中拖出 活動組織者劉生說 彩冰節之後 他們每日有大約1,000名製冰者 冒著寒冷在河面上彩冰 而冰將繼續流向冰雪世界 並轉變為冬季奇觀 而彩冰節跨越了幾代人的回憶 令老一輩懷舊 而年輕一輩對於首次參與彩冰節感到興奮 本期的第二集 我們來到土耳其 來自中國和土耳其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聚集在伊斯坦布爾 展示和交流彼此的文化物品 其中展出的有 刺繡、漆器、剪紙等 成都漆器傳承人穩麗萍說 今次活動為他提供了很多機會 去了解土耳其文化 他說人民藝術之間是沒有明確的國界 中國傳承人可以學習很多土耳其文化 在活動中 土耳其藝術家展示了人造大理石花紋 木製浮雕和剪紙等藝術形式的作品 伊斯坦布爾的一位官員說 他看了很多四川的藝術和文化 四川對他很有吸引力 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新聞出版局局長周長青表示 這次活動有助於 增進兩國工像之間的友誼 他說他們願意互相學習 分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做法 並希望中途之間能夠共同進步 和友誼永遠持久 願我們中途的友誼圓遠遠流長 今期的最後一站 我們來到德國柏林 最早在柏林動物園出生的 小熊貓雙包胎 在出生100日後就被命名 這對雙包胎分別被命名為 夢園、夢想 當他們的名字放在一起時 就意味著美麗的夢想成真 柏林動物園主任就說 夢園、夢想是他們的中文名 他希望能夠正確發音 在德語中 他們的意思是夢想成真 另外 他們兩個都是男生 成都大熊貓凡玉研究基地的專家說 通過兩個院專家們的努力 他們現在已經長大 他們兩個體重都超過了六公斤 他們所有人都感到好欣慰 這對雙包胎出生於8月31日 自出生以來 人們對小熊貓的健康成長 既預作厚望 柏林市長說 他希望熊貓BB能夠健康成長 因為知道熊貓的出生和成長並不容易 但這兩隻小熊貓自出生以來就非常健康 希望他們保持這種狀態 並給更多人帶來歡樂 預計這兩隻小熊貓 將在1月或2月獨自行走 屆時他們就可以跟公眾見面 中國大使就說 大熊貓就好似大使 夢圓、夢想離開家 來到德國柏林 吸引了很多德國人來訪 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 正是熊貓激發了他們對中國的好奇心 並開始看有關中國的書籍或視頻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熊貓是中國人民的大使 根據與中國的熊貓保護研究協議 他們的父母將在德國生活15年 而小熊貓將在柏林生活2至4年 然後回到他們的家鄉 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節目 下期節目又會去哪裡? 想知道的話 就一定要鎖定澳門有線電視互動新聞台 逢週五十一時三十分播出的還與快訊 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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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節目